那今天呢我就要教大家一套终极的清洗保鲜方法 把做菜变简单哦 我都是一个星期采买一次 采买回来以后立刻动手清洗 很多人不喜欢料理清菜 因为觉得洗清菜很麻烦 尤其在外面你是根本吃不到清菜的 那自己在家动手做 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知道你食物的来源 而且你知道它被好好的洗过 那怎么洗这种绿叶的蔬菜呢 非常简单 我们把它放进水盆里面 用绿过的好水 然后不断地流动 然后清洗它 你有没有看到我放蔬菜的方法很特别 因为我是把它这样子种下去 让它感觉它还活着 我第一次先不扒开 如果这中间有一些肮脏的地方 我就是这样稍微把叶子拉开一点 然后把那些泥土把它冲掉 洗完以后呢 放在旁边让它充分的晾干 晾干以后就收进一个很好的保鲜盒保存 收的方法呢 跟刚刚是一样的哦 就是把它种下去 让它以为它还活着 这个保鲜盒非常的真空密闭 就可以帮这个蔬菜呢 让它一直保持新鲜 通常我用这样子的方法 可以保持一个星期都很新鲜翠绿 好 现在把它盖起来 那有皮的怎么办呢 如果像这样子比较光滑 然后我希望吃到全食物的全营养 这皮呢 当然是不可以消去的 尤其是一个红萝卜 有470种植化素 就是最好的21世纪的维他命 然后削掉皮的话 那损失就很大了 因为大部分的植化素 都在皮和皮下薄薄的一层 那怎么清洗呢 也是一样 用流动的水 先冲泡一下 通常我也会再泡一下菊宝 泡完了以后呢 用刷子大力的刷它 把这个表皮上的脏污都刷掉 然后就可以连皮一起吃 我告诉各位 这样炖出来的汤 比去皮甜很多 因为所有的植化素 还有所有的膳食纤维 营养 矿物质 都保存在这里面 那如果碰到的是 这种凹凸不平的呢 那也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用软毛刷 来轻轻的刷洗 把这个凹凸不平的 这个脏的地方呢 都可以充分的刷洗 避免呢 它在里面可以藏污纳垢 都弄好了以后呢 也是一样要晾干 晾干以后 我们就可以这样 一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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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进我们的冰箱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些刚刚从田里面 采收下来的蔬菜 放到冰箱里去 让它保鲜 我们现在把清洗好 晾干 然后放进保鲜盒的蔬菜 一盒一盒的 让它在冰箱里面 好好的睡个冷温的觉 保持它的新鲜 当然重要的是 它所有的生长的方向 都是往下的 让它以为它还在土里面 而且你随时打开冰箱 就有各种好吃的水果 新鲜的蔬菜 要做个手卷 切个水果盘 甚至呢 端出一盘好菜 都非常的容易 轻而易举的做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